現在晚上11點,星期六 晚上有一宗大事,就是醫管局員工陣線 成立不久,會員過萬 接下來是2月3日,星期一會罷工 第一批2700,第二批9000人會罷工 當然醫護的罷工方式應該是有限度的 可能一些緊急服務還要開 坦白說這個是首次的,香港有個比較重要的行業罷工 中業行業包括運輸、醫療,這個是首次見的 這個也是時代革命之後的一個影響 坦白說,不得不承認這個時代革命去到尾聲 在那個人權與民主法案通過之後 美國選擇不能用 不知道半年後會不會有個制裁名單 等到頸都長了 現在香港人最關注的不是那張名單 反正那班契弟還在 美國也是跟口交部一樣 現在看起來只有港字 不理他了,美國那邊就 反而現在受這個時代革命影響 香港人開始自救 即是組成工會 現在有很多工會 幾十種工會 但應該這樣說 每一種工會都 不是每個工會的影響力那麼大 但醫療就是大的 但問題是醫療那班人本身都比較大愛 即是,其實沒什麼事 基本上就和他們搞罷工 這次報告就是因為 那班醫護發覺感覺到不對勁 即是內地 當然他公佈的數字是假假的 真實數字應該是 我想成大十倍左右 即是可能十幾萬感染 然後萬多次萬人死 這個數字很驚人 所以那些醫護都開始 感覺到不對勁 而且現在很古怪 已經是 有一些叫做 沒有病徵的感染者 那也是糟糕的 沒有病徵 你以為他沒事 在醫院播毒 最受害的就是那班醫護 他們都要命的 沒有理由跟你搏 所以這次就齊心合力 搞一個罷工 那個主席都說得硬濕濕 即是想不到可以做整件事 都開始有些起飾 搞罷工這件事 因為他們上班之餘 然後放工又要搞工會那些事情 有記者問他 怕不怕秋後算帳 坦白說 他們都說已經預算了 他們這次是投名狀 是有名的 開名罷工的 不是說收起來收起來 集體開名的 如果你要炒的 秋後算帳 看你怎麼抽 你抽完九千個醫護 反正現在醫護都算是 撿牛耳 真的撿牛耳 就是現在 就是 最 叫做 最重要的一個 香港最重要的一部分 的 真正的持訓者 因為很多內地人 下來 都是看醫生 下來 直接進入廠 這班醫護就是最大的 基本上 他們是有權力 也是可以罷工的 我自己當然要罷 這是自己的命 我覺得 喂 喂 現在這種病毒 內地還是很多隱瞞 你不知道 那種是不知名的病毒 是不是 印度形容好像愛斯病那樣 哇 你說得不得人害怕 無端端被我打份工 為什麼會不會 好像 染上愛滋 那樣 這些愛滋 又會帶回家 是吧 就是 他問題 他那個發病 那個 感覺是有點像愛滋 是吧 也是 免疫力自己 打自己 那樣 最新情況 應該是 十幾個確診 其中三個 是比較嚴重的 全部都是六十幾歲的男人 好 很有趣的 香港的確診者 或者嚴重的是男人 六十幾七十歲 這樣 這個都是一個 就是臨床 那個表現 告訴你 是專注對男性 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公會 叫林鄭出來說 對嗎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公會 我覺得 醫療界公會 始終都有醫療 有那班 醫療人員 那種性格在裡面 都是 有個很磁場的心 想著 跟林鄭說 其實沒得說 直接罷了 我自己覺得直接罷了 投完票就開始罷了 就是 不用等星期一 星期日 都開始了 就是這樣 但是 始終他們有個慈悲之心 想著 勸林鄭 看看會不會封關 當然 林鄭 有些網民都聰明 都見到一個問題 其實林鄭 只不過是好像報仇 那樣 他知道得不到一個民心 他也不想香港人恐過 最好看著一兩個死 然後留下一兩滴 那些惡如淚 收場就算數了 這種人基本上 講多無謂 這個就是投票的情況 都有二千多票 三千多票支持 十票反對 很少人反對 大部分都贊成 命仔要緊 坦白說 罷工就一定要 暫時未見過 這種大型的罷工 其實外國都是這樣的 往往 譬如一個大型的革命社群 也好 我只能夠這樣定義 時代革命 犧牲了很多人之下 有種成績在裡面 但不可以稱之為一種聖美 第一種經驗 時代革命的經驗 會流落下一次當危機出現的時候 又會再 用回那種經驗去抗爭 現在就是了 其實時代革命最後得出結論是搞工會 現在就是利用那個勢頭 即是用時代革命那個勢頭去做出來 如果沒有時代革命就沒有工會 基本上 那些人都不會自發組工會 到時 我們又會見到幾個謝院民出來 這次的罷工就是防止再有人犧牲 即是不單純醫院裡面的抗爭 美夫那邊也是 晚上也有些防捕入了美夫 即是抗爭那邊在隔離營 在山上 在遙中夷博物館上面的位置 但那些人比較斯文 今天看直播就沒有 輝明村那些人那麼勇武 不過都是一個開端來的 輝明村那裡是一大堆勇武 雲集,所以又放火又等 不過最後都捕了幾個 但是成功就爭取到 真是爭取到 輝明村擱置了成為隔離中心 美夫始終那班人的性質就是 美夫是中產 那班都是和理非多 所以他們都是以抗爭遊行的方式去表達 就不是什麼倒路 所以最後美夫我想都是要就範 另外那個鯉魚門道家村 有人拍到其實他那邊 已經有那些貨櫃屋在裏面 準備做隔離中心 政府密密做這件事 感覺他這樣做這些隔離中心 一定是件事很大 不是說他單純公佈的數字 隱藏的數字是十分驚人 微信之前有張公佈錯了 懷疑這張反而是一張真實的數字 那時候是十二十六號 現在二月一號 報了萬五人確診 二千人死亡 當然這個數字都是假的 這次又報錯 騰訊又報錯 有沒有這麼神奇呢 那數字更大 那就是 數字蒙蒙蒙的 騰訊公佈疫情追蹤 過十八千萬十萬 是十五萬人確診 五百多人治愈 死亡人數是一萬二千七八十一 這個數字呢 反而我覺得是幾貼 大陸的內參數字 給他們內部傳閱 其實這個數字是真實 這個數字 也挺真實的 這個數字 他那個 其實你看看 他還有一個疑似確診 六萬 確診又慢 這個十五萬 加上就二十一萬 如果你加上疑似確診的話 二十一萬 但是死亡率都還沒有成 應該死兩萬左右 所以這個數字 其實都不太真實 但是都很貼近真實的情況 就是這裏 這個就是姚中夷文化館 在翠亞山房那邊 打算建一個隔壁營 那邊是高地來的 我自己覺得 是很近民居的 但是你說 你說真的 你說是否真的隔壁有公屋 住戶 其實就不是的 都要走一段路才有的 看一張圖 你看到 是看到住戶的 但是你說 是否很近 就沒有哀明書那種那麼嚴重 但是如果美夫人 我覺得 勇武起來 我自己覺得 都是很應該的 另外 越南早前已經停了簽證 即是 香港人也好 大陸人也好 的簽證 即是封關 誰知道今天突然封關 搞到 有些旅遊團 好像有幾百個香港人 在越南那邊滯留 應該明天 越南都說 放回你們出去 送回你們到香港 從此以後 我想越南都會封關 香港所有旅遊團都取消 我想這樣說 香港人也不要到處走 因為現在這種不知名的病毒 實在太古怪了 是吧 即是 即是 沒有病徵都可以 是吧 甚至可能已經落地了 我自己覺得 因為10月開始 計算 其實香港已經有了 只不過是不能知道 也有些影片說 從內地的第五醫院 發現大量的屍體 但貼片我就不播出來了 因為那條片其實很蒙 但感覺就是 看到車上面 有些旅遊巴 在醫院外面有個旅遊巴 又是裝滿屍體 醫院裏面有幾具屍體 因為太蒙了 看不清楚是人還是屍體 總之這個情況就不太樂觀了 還有這個湖北 一個黃江的城市 我看到有一宗比較有趣的東西 他說原來他們現在實施的政策 就是限制每戶 每人只能夠輪流出街 每戶只能夠一個人出街 這麼搞笑 我看新聞 現在內地玩到這樣 湖北那邊 有一宗這樣的事情 李克強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通電話 採購這些醫療物品 歐洲那邊 其實內地很缺這些東西 他都取消 向美國徵收醫療用品的關稅 自己都跪下了 因為現在都急用 全國都急用 我這樣看 現在抗疫來說 都在李克強那裡 如果李克強成功了 其實極有可能下屆總書記 這裡有幅漫畫 也挺漂亮 就是諷刺 昨天有個人拿著武漢的紙條 寫著武漢 我來自武漢 那些紙條馬上不敢動 免死金牌 這個就是蘋果影島 這個就是鬼鼠 在這個 里緣門度假村 看見 他是這樣做的 像內地那些 他又未至於剷座山 他就建那些貨櫃屋 一個個搬下去 很容易 你半天都可以排 即是你 你日夜開工都可以排滿整個球場 那用來做隔離營 那有些呢 就是拍到一些防護 穿防護裝的人 出出藥 現在的藥房已經定了 期貨可居 那又怎樣 一包5個就45元 買到9元 9元 其實成本1元 所以今天 昨天好像阿泰布 阿泰在九龍城那間分店 就派口罩 他那個良心價 20元10個 每人限拿一包 5千人去排 好像 5千人去排 那這些就是良心 他賺1元 那你也要給人賺一下 賺3元也可以 你買到3元 都可以 是嗎 即是都比得起 但譬如 45元 5個 都比得起 幾元 買個包都要 但是感覺上 有些 有些 叫做 那些 國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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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 這些 韓國口罩更貴 180元 5個 這些真是搶 另外 iPhone 那邊 蘋果公司 都宣佈 暫停內地分店 看回 原來也有些大戰發生 在美夫那邊 有人應該倒路 也有 晚上倒路 那些防暴都進去美夫那邊 他們都守護美夫 這個就是時代革命 去結合現在那個 對抗 這個 疫症的一種結合 本來的疫症就是 政府要大頭對抗 現在大度反轉 香港政府做些事情背道而馳 相反來做 變相香港就是腹背受敵 又要對付肺炎 又要對付政府 今年真的 上年就有一個難題 叫做送中條例 今年就是 就是 那個 警暴 以及肺炎問題 兩尾 當然要做林鄭這個問題 現在初步有多單 應該不知13還是14 80歲的男子 又是情形性反應 應該好像搭背郵輪 不肯定 總之找到的個案 大概上 例如十幾宗來說 有幾宗一定是有錢人 有錢人到處去玩 這些都是很奇怪的現象 好像一些專門針對老人家的肺腦病 台灣那邊都聰明了 現在更厲害 再不是說武漢那些人不讓進入 湖北那些人不讓進入 抗然到廣東省那邊 因為深圳那邊 其實呢 昨天已經升了很多 確診人士 突然之間幾十宗爆出來 當然 內地的數字 信不過 但是你看到的速度 真實的速度 應該都是不少的 你想想 深圳 廣州 也很近 和香港 你不排除 他們現在沒有封關 那些確診人士 當然 他當然是在隔離 但他會惹人 惹人 惹到一些人是沒有病徵的 而那些沒有病徵的人 又下來 基本上玩完了 香港 坦白說 我相信是有的了 已經是 在街上 隨時可能 有些疑似感冒傷風的 咳到黏肺 那些 抓去驗一下 可能都情形性 最後 因為現在發國難財 現在很瘋 口罩賣到很貴 有些人 有些網上的騙案 有些市民被騙了幾千元 哈哈 不知道買什麼口罩 可以騙幾千元 五千元有多少個口罩給他們 都不知道 我自己這樣看 這些通常 我覺得 我自己就不是說很急 就算沒得用也好 坦白說 避免都沒得避免 盡量去一些人少的地方 我自己這樣看 沒得避免 口罩 我覺得就不值那個價 一個口罩也可能未必 幫到你 你想一下 我想一個邏輯 內地醫生沒有口罩嗎 有啊 整套防衛裝 都糟糕 那你就會知道有點奇怪 整件事不是說 你一個口罩可以過濾到這些毒 只不過是防多一點 防禦力高一點 不是絕對的 但是值不值得幾千元 去買一些罩回來呢 你說幾元過 都可以的 我會短期 那些50元 即是10個 就先頂住 5個也先頂住 10元過也先頂住 都可以給得起的 這樣 駁它短期內 去到4、5月 就是 沙士真的自己適制了 那就最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看著這麼多新聞 希望 罷工 有一個巨大的影響力 令到這個政府跪下 那我自己 沙盆推演 明天政府一定會出來說話 我想 相對他的說話 都會比較溫和一點 他不是很敢 現在 很大力吐下去 不像 那些 POPO 經常說是暴徒 他不夠膽說 這個醫護是暴徒的 我覺得他不夠膽譴責 可能某程度都會跪下 如果跪下的話 那會不會封關呢 我覺得 都會有些記憶 所以 吃足吃飯 就看這次 究竟罷工 之後政府的反應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收聽